现在新的iPad Air呢 就有一个快拆功能 就等于说能很快的把这个外边的封面给撕掉 就这么顺着吧 是那个今天那个邮寄过来的 然后苹果店里直接在store pick up 的这个Apple Pencil 2代 简单的这种快拆功能 然后完了我是用学生优惠买的 这个是能便宜10块钱 然后这个是便宜60块钱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Apple Care会有一个学生优惠 所以等于说这个还配了Apple Care 这就是四季的蓝色 好久没拆新的苹果产品 这是机器 说明书吧 对说明书 这应该是那个苹果那个贴纸 多年的苹果贴纸 这是新出的那个20瓦的那个充电插头 就能快充 这是最新出的20瓦的 然后那个线也变了 iPad现在变成了不是那个苹果传统的Lining线 它是那个USB-C的线 这个插头变了 配件的话 这是那个它的那个iPad的一个保护壳 这个是跟那个原厂那个设计是基本一样的 我是在亚马逊买的 因为便宜很多 然后这是那个膜 我先把膜给准备贴上 这个新款的话 它就是你看它的头变成USB-C的 就跟那个iPad Pro是同意的 这样好像兼容性会更好一点 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保护膜撕掉 这个是那个类纸膜嘛你看它就是亚光 它这样会让书写更方便的 就是这个叫天空蓝好像是 而它现在就跟iPad Pro一样就是带三个这种接触口 这样的话好像能那个叫Magic Keyboard 然后去连接 然后它就这个颜色还是挺好看的 就是很内敛 然后这个摄像头也是跟iPad Pro的区别 然后它现在是指纹识别的 你看这个像那种 就像玉一样那种感觉 就是两口两边都有扬声器的 就是横过来的话 它就会有 它就会有两边都会出声音 那也跟苹果 我官方的那个磁力的那个保护壳 基本一样的这款产品 不是在亚马逊买的 然后它就有个地方还能放Apple Pencil 那我官方那是一样的 你看iPad会怎么放上去啊 iPad会 它会吸上 你看 它会吸上的 然后这边也会吸上的 正把这个东西都吸上去 然后我们现在启动了 好 然后与此同时呢 可以准备开箱这个新的这个 二代的Apple Pencil Pencil 然后它开口在这里 打开 然后 这个里边是什么呢 说明书什么呢 这个全部都是说明书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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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说明书 好 这就是那支配扫的Apple Pencil 就清电它就可以吸在上面 先来试一试 嗯 好了 可以了 配对成功了 已经 设置一下 再用的iPhone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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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另一边设置 有新的这个有新的一台设备 生成一个码 那个苹果说什么 克服了无数困难做出来的那个触控ID 他就是看看设置 先放置手指 首先将手指放在顶部按钮上 我现在先试第一个手指 好将手指放在顶部按钮上再移开 尝试让手指完全覆盖顶部好 这个添加了一个指纹是为了就是 平时换一种角度横着用的时候呢 另一只手也能解开这个解锁这个ID 经过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使用吧 我觉得这一个新世代的iPad 然后结合新的这个iPadOS 14 其实最大的区别是 它更多的去加入了这个苹果笔的这个使用 比如说它这个随手写功能 像是写字的话就可以写的很连贯 比如说写英文加数字 它都会识别的很好 或者就是英文哪怕加中文 识别的很清楚 然后另外呢 比如说我要删除一段话 我直接给它就像手写一样 直接删除它就可以了 就直接往那个文字上滑 它就能删掉 然后像选择一段字我也是 我直接就像手写一样 我直接可以像这样滑着去 选择上面的文字 或者我可以直接圈去选择上面的文字 就让像电脑一样的书写 或者手机那样触屏的书写 就更加的自由 就更像是这个书写 就是那个手写画 像插入文字也是 就像它现在这个指示的这样 比如说我画一个杠 它就把这个文字就隔开了 然后我可以在上面再去写一个字 然后另外一个功能 我觉得比较新颖的呢 就是这个分屏功能 比如说我现在打开YouTube 然后点开一个视频 我想用分屏的模式去显示它的其他那种 像比如我同时想浏览一个网页 我就把这个打开这样子 就可以打开网页功能 像这样它可以随时收回去 然后另外它可以扩成这种 就是一半比一半的比例的这个屏幕 像我现在展示一下 这样子就变成了一半一半 这样我能够编浏视频 我觉得更适用的功能是在学习的时候 比如你可以编浏览网页 然后边打开自己的一个笔记什么的 这样会很方便 那总而言之呢 我感觉就是新一代的iPad呢 结合iPadOS 我觉得它对比以前的iPad更像电脑 但是它还是没有脱离这个一个平板的本质吧 就它还是更加像是一个显示工具 和一个放大版的手机 那么我认为新一代的iPad结合iPadOS 14 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电脑的功能 与此同时呢 利用iPad出屏的功能 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独特的体验 后面呢 如果有更多使用方面的一些体验 我们也会拍视频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 Então 好看 我们来看看 很商量